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今天是8點多 有個錶迷來 趁有空檔的時間 豬仔想介紹一隻 之前應該有兩個月前 介紹過的手錶 豬仔翻到幾隻貨 就是一隻Orion的停產款 Automatic 黑配玫瑰金的系列 這隻錶有39M直徑 屬於小錶盤 也是一個黑色的橫紋 一個黑色的橫紋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大家看著 看到啤數圈嗎 啤數圈現在看就像實黑色一樣 但我某些角度看會顯出玫瑰金色字 很有趣 這個就是啤數圈 正面看就沒有 然後我斜斜地看 顯出了玫瑰金色字 很有趣 這個設計 我的鏡頭就是做了拉近鏡頭 做了一個黑色的放射性紋的鏡頭 你看到它是有些橫紋在標盤上面 標盤就是做了12點、6點、9點 就是做了夜光 其餘部分就用了亮亮的鑽去代表 石去代表了黑度 標觀位置就擺在三點位 白盤特字 也有一個金屬邊框 整隻標就做了100M的防水 全自動的機械機芯 好了 12點位置有個雙絲墨頭的Logo 寫著Orient Automatic 我先看看夜光 夜光 夜光時分針加上秒針頭加上黑度 都是有夜光的 都是有夜光的 試一試夜光 都清晰看得到的夜光 你看到呢 我打側一點點看 你看到現在這個 其實是一個水晶的 玻璃的標圈來的 這個標圈是一個單向式的潛水標圈 是一個水晶的玻璃標圈 也是120K的 這個標圈的物料不是製造了鋁片 而是製造了水晶玻璃的標圈 我試試再拉近鏡頭 看看大家有沒有清晰一點 這個角度看 就沒有了玫瑰金字 我轉向這個角度看 有玫瑰金字 旁邊做了一些狗牙坑的打磨 標觀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雙絲墨頭的Logo 先拉遠的鏡頭 標腳位置做了一些硬線條 做了一個硬線條 延伸的部分也做了光芯的處理 做了拋光的處理 我試試看 100M防水 究竟做了拉推管 還是什麼 我們一起看看 一個礦物的水晶玻璃標面 標觀位置 咦? 拉不出來 100M防水 舊裝的東方 居然做了螺旋式鎖標觀 踢起了標觀 我試試有沒有虛偽 很輕微 少少虛偽 踢起了之後 有停廟功能 其實這個是一個 F6機芯 是一個F6機芯的前芯 因為F6機芯 收購後才叫F6機芯 這是收購前的產物 向下轉動 挺好受感 挺有絕力 調到6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半格教日力 明天半格 向下轉動 一格一格 跳的感覺也是一格一格 教日力挺好受感 按進去之後 我們按著它向上轉動 1、2、3 左右 三格在鎖標觀 好 雖然它延伸到旁邊部分 都是做了這個 上面這裏做了拉絲 下面這裏都有兩個層次 其實這裏有兩個層次 做了這個有些流線感的 做了光深 好 先看看錶帶 錶帶 錶帶也做了實深不鏽鋼的錶帶 上面就做了拉絲花紋 兩行鑑了一道拋光 實深不鏽鑑錶帶 厚身的 做了拉絲花紋 然後鑑了兩行拋光 好了 先看看錶扣 打開就是一個 Orion的雙絲麥頭標扣 舊裝的時候 那個標扣都不同 你看到嗎 其實在Orion的字 那裏隱藏了一個邪條紋 在那裏 舊裝就會這樣做 新裝就沒有 打開了之後 做了銀色光深的薄橋 先看看錶底 錶底也做了一個螺旋式 寫著WaterResist 100m防水 Stainless Steel 還有寫著Orient WatchCom 就不是寫著Epson 舊裝的停產款 就是這樣寫的 好了 這個標是21,600的浸頻 動力儲能40小時 可以手動上鏈 可以手動上發條 或者是自動都可以的 斜斜地就會看到那個玫瑰金色的字 對 然後 如果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正面就看不到 斜斜地就會看到那個字 看到嗎 對 挺有趣 因為有光斜斜地就會看到那個字 好了 這隻標就是39mm的直徑 厚度多少 我們看看厚度 厚度是12mm的厚度 先看看那裏 給大家看看那裏 好了 39mm 12.8mm 先量一下這裏 45mm的 對 那試一下戴上去給大家看看 這隻標也有些手感 戴上去 22石 挺漂亮的 戴上去看的時候 現在這樣看會平平無奇 黑圈 有什麼特別呢 那一斜斜地看到 一看到光 它就會 反射光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玫瑰金色字 好 朱仔推介這隻 東方的Orient 停產款 39mm的玫瑰金色 配搭 黑配玫瑰金 究竟多少錢呢 1198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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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仔有三隻 最後三隻 最後三隻 應該星期一 可能會有兩隻 總共五隻 如果有興趣的標謎 可以在標題上找朱仔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朱仔 可以打給朱仔 可以告訴我 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店 還是賴之閣店 很多標謎 經常問我 有沒有一些 東方 舊裝 自動 這些就是東方 舊裝自動 但它有病邊奴 你可以看看這隻 有多有趣 水晶標圈就是 黑色 撞玫瑰金 但有些 光的折射 有時看到黑色 有時看到玫瑰金色 好了 希望你喜歡朱仔這個推介 1198塊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謎 記得按個讚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朱仔需要你們支持 我才會更有動力 介紹更多好標 希望你喜歡朱仔 東方的 100米防水 鎖霸 的推介 謝謝 我們下集見